在特區政府的協助之下 醫院管理局已經成功扣入了 相當足夠數量的兩款有效的口服、抗新冠藥物 分別是麥沙東的莫納皮拉偉 和輝瑞的柏克斯諾維德 前者 麥沙東的莫納皮拉偉 已經全數來到香港 亦正在應用 今天稍後時間 第一批次屬於輝瑞的口服藥物 將會是混抵香港 其他我們訂購的批次 將會在未來兩三個月陸續抵抗 換句話說 過去這幾天 在藥廠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之下 特區政府和醫院管理局 成功爭取這些藥物可以早日來到香港 我們較早前已經引入了麥沙東藥廠的莫納皮拉偉 已經用在一些病人身上 亦都很快會開始使用輝瑞藥廠的 柏克斯諾維德 較早前譬如有住院的病人的個案 或者一些老人院舍 如果有確診的個案 我們都會處方這些藥物 另外就是我們都開始在我們的指定診所處方這些藥物 等一些市民來到我們的指定診所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治療 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他們沒有打疫苗 又有病徵的時候 都建議他們去預約 例如去指定診所 去預約接受這一方面的治療 有應及此我們的指定診所的數目 都會由明天開始 由17間加到23間 而我們俗稱醜的數目 也都會由原本大約3,000個 增加到最高超過4,300個醜 務求那些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可以預約得到 這兩種口服藥都可以牽制到病毒的繁殖 主要的用途就是在輕症 發病最好是五天之內 還有未有明顯的呼吸衰竭 譬如如果夾手指 它還有94%以上 這個就很適合用這類的藥物 有些甚麼人士是適合呢 主要是高危因素 譬如年紀70歲或以上 又或者有些長期病患 例如是糖尿、肥胖 譬如體重指標是超過30或以上 另外是免疫系統失調的人士 譬如是有些腎功能衰竭要洗腎 或者有癌症 或者要吃一些牽制免疫系統的藥物 另外其他長期病患 譬如是肺部的長期病患 或者心臟衰竭都很適合用 另外一個類別 就是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如果你打福必泰是要兩針 才是完成一個基本 如果是打這個科興 是要完成三針才是完成了接種 能贏全部都成功 在用水流 feedback 才能夠不好 在用水流的當中 就像戰爪 在用水流的坐牌 把一寸放在身旁邊 有些東西 在用水流的坐牌